大家好,马上要过春节了 在春节期间我们有很多的民俗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民俗 就是拜财神,拜孝佛 拜孝佛就是拜弥勒佛 大度能容,从天下难容 开口变孝,叫天下可孝主 就是我们生命初一的开门,是拜孝佛 那么在大年三十晚上干什么呢? 是接财神 就是新的一年要开始的 就是在紫时,新加坡的十一点开始 那么我们要接财神 那以前接财神他们有的跑到寺庙里去 跑到道观里去 但是今年因为疫情哪都不让去 有些著名的寺庙都关门了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来完成接财神这件事呢? 所以我们今年考虑到大家的需求 我们做了这个财神道 这么一个套里去 那么帮助大家把财神请到家里去办 那这个套里呢 这个有一个大的金元宝 这个金元宝上面写着招财进宝 那龙一龙边一凤边 一个龙珠叫龙凤城峡 所以这个大金元宝呢 是给大家这个拜财神,共财神用的 这个我们到时候呢 在家里到时候这个套里里面 还有一个财神年化 那么一个大金元宝 那么重要的还有一个财神灯 还有这个两瓶水 那么这个就形成一个财神道的一些套 这个一般人家里空间不够大 是没有设神坛 没有设佛堂 设了佛堂也是位置很小 所以说我们就顾及到大家 考虑到大家这个需求 那么你只需要有一个比较高的桌子就可以了 桌子上在搞一些垫 比如说你有这个点心的 装点心的垫盒子 或者装纸巾的盒子 那么都可以用来 用来就是把这个元宝和这个灯 比桌面高起来 然后元宝又比这个灯再高一个级别 然后棉花贴不贴都可以 因为有的家里人反对 那你就不要贴这个财神棉花 而且华人家庭没人反对 你就贴一个财神棉花 那这样呢 在灯的两边放上两瓶水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叫垂火器器 所以一定要有水 要有灯 那么你比较讲究的人 还可以放一杯茶一杯水 在他旁边 那么来完成这个叫财神道 这叫财神 那叫财神 这个ifier 那么这盏光明灯 很多秒 这个师父们告诉我们 光即神,神即光 所以我们在财神灯的设计上 外面有一个财神 财神道的财神架 里面填起来有个光明 这个叫财神光明禅城 这个专业书记叫禅城 这是在大年30的晚上11点 把财神灯一定要点起来 这盏灯可以点60个小时 也就是初一、初二它都会亮着 那你如果是想中约15之内 都继续让财神灯亮着 你这个可以跟商场联系 再买一个套 一套的 那么就是再买三盏灯 或者几盏灯 你算一下 因为它一个灯可以烧60个小时 那么来供到正月15 这就这么一套 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讲 这个灯灭了 那么记住正月初四的晚上 你还需要再点一盏财神灯 因为在民俗中 正月初五是正式的拜财神的 接财神的日子 所以在正月初四晚上十一点 还要再点亮一盏财神灯 那么今年同时在我们商城 这个百分门 这个连锁商城里面 这个不必依次 你可以累积购物 满五百块的 是据的 那么我们就送出的 财神拜财神道 这个套路 我们不卖这个 是送的 那么 今年我们特别 为了完成大家初五 拜财神的延续 所以我们送两盏灯 也就是第一盏灯 你在大概三十二晚上要点 第二盏灯 你要在初四晚上十一点点 那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接财神的正日子 你也把财神接到家里去 那么 除了我们今年 这个正月初五接财神 还有这个大年三十日接财神 除了我们今天要拜财神 我们还要拜孝佛 可是这个元宝呢 这个大纱不用再换了 那就是 请一盏这个孝佛灯 就是迷了孝佛灯 然后 在财神灯旁边 再点一个 正月初一 点一个孝佛灯 这个让自己 这一年都笑起来 开心起来 没有任何的烦恼 那么还有呢 我们这里拜天宫 正月初九拜天宫 拜天宫呢 你只需要把财神灯 换成天宫灯替成 也就是这个套里 它是你拜什么神都可以用 因为这个是共 这个是共 所以除了这个金元宝之外 里面呢 我们还 这个给大家放了很多的 喜庆的这个东西 有这个旺旺雪饼 这个旺旺雪饼 那么还有呢 这个旺旺仙辈 这个叫旺旺雪饼旺旺仙辈 仙辈 仙辈就是成千的预算 就是快乐四成千嘛 那么还有各种的这种 巧克力糖果 这种叫仙辈 这个呢 你供了几天以后啊 你把它上供以后 你开出来 散给家人去 让他们沾光 你拜财神就拜 沾财神的光 你拜了这个 迷了的就拜沾迷了的光 你拜了天宫的就拜 跟着这个沾天宫的光 所以这个盒一直可以用 你把东西拿出来 分给大家吃的 然后再用糖果 用点心装进去 那你想装一点金箱链啊 金条啊 什么这些东西也OK 那么因为是拿来拜财神 供财神的 供作为神的 这个供养最大 你供养出神明 最后神明祈福你 神明帮助你 神明帮助你 全能神力来加持 所以这个力量 那么在正月十五 我们还有一个天官慈禾 就是有一个三官大地等 就是大家再供一个三官大地 报名慈禾 所以这样呢 这一套套礼呢 就可以一致用上去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在晨年中 有的人说 我拜一年财神神明 那更好 那你就请财神灯延续上去 那你要说 我其他的节日 拜佛拜什么 拜那个也可以 这个元宝 一致存在 这个并且拜了诸神以后 这里面的东西得到加持力 它是这个对家人的身体健康 还有各种神明体育 那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呢 这个拍一个视频给大家 然后呢 就讲一讲 怎么用这个光明的残存 怎么使用这个元宝 怎么使用这个开神弹 那么这个视频呢 我们重点在介于 介绍怎么使用 介绍为什么要拜神明呢 这些我们都有很多相关的视频 到时工作人员会连接给你们 让你们知道神明是真实存在的 它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好 再见 明星期节目 我收到 prosecutors 一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